好,下面一个重点词,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电死以电行处死,打上来一遍,Electrocute,Electrocute,这个词特别好记,咱们先看个英文解释啊,它表示to kill a person or an animal by means of an electric current,通过一束电流来杀死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,所谓电死某人,某个动物或电行处死都可以用它,叫做Electrocute,这个呢特别好记,为什么呢? 因为Electrocute是电和处死,电呢我们知道名词就是Electricity是电,而处死或者执行可以动用动词Execute,所以Electricity再加Execute,拼到一块儿变成Electricute,等于两次拼到一块儿了,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执行或者它另外一个意思表示处死,执行,死刑都行,第一次表示执行的意思执行命令啊,可以用它,我们打上来遍,Execute, Execute,它的第一个意思还是表示执行,我们看一些常见例子,比如Execute once command,执行某人的命令,Execute once will,执行某人的遗嘱,可以这么说,那么表示执行的时候,它的意思相当于carry out,执行,具体去做某个事情,注意这个will在这发生遗嘱,某人的遗嘱,但Execute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处死,电行处死就来出这个词嘛,后面的Electrocute,它有Execute这个词嘛, 处以死刑,He was executed for treason,treason是判国罪,这个人以为判国罪被处以死刑,被处死了,可以这么说,执行或处以死刑叫Execute,那电死呢,Electrocute就好记了,我们举一反三的多看几个跟它类似词汇,还有一个用的特别多的叫Persecute,这个词咱们翻译成迫害, 尤其因为啊,种族啊,或者政治啊,这些特殊原因,对某群人加以迫害,你看特别迫害,特别像persecute,特别像中文迫害那个破嘛,特别好记,我们大声那边,persecute,persecute,你比如说看例子,Jews were persecuted by Nazis,Nazi咱们在前面体育精神中见过,叫纳粹,Jew是犹太人,犹太人当时被纳粹所迫害, 因为他的人种的原因,对吧,这个德勾纳粹要杀死他们,还有一个词叫Prossecute,叫起诉或控告某人,这个是一个法,这个法律用语了,我们大声再读一下,Prossecute,Prossecute,起诉或者控告某人,同样可以看例子,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,Trespasser叫做非法入勤者,就是呢,未经主人同意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了,叫Trespassers, 非法入勤者必将被起诉,这其实这句话经常出现在一些warning signs,警告牌子里面,一个家人,这一家人有一个大的院子,院子边上,篱笆墙旁边有个牌子,上面写着,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,是什么意思呢,这是,私人的这个场所,先人年尽,为者必救,非法入勤者必将被起诉,是这么一个,这是我们看到几个常见词,回顾一下, 电死,electrocute,执行,或者处死,execute,迫害,persecute,起诉,打官司,prosecute,好,这个词,跟老师就看到这儿。 感谢观看